黃委員長 主委早 局長早 我想今天大家都很關心啊 有關於TRF 現在損失的金額啊 以及接下來可能要怎麼處理 請問一下主委啊 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上一次在這邊討論TRF的時候 金管會啊 針對我們目前已經損失的TRF的金額 所提出來的估計數字是多少 740億 那個是你們去引用一個信憑公司 人民幣的匯率要調到7.0以後 他所估出來的數字嗎 不是 那個時候是講在1月31號的 存出保證金的曝顯金額 對啊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 已經實 就是說可能會發生的損失 跟已經實現的損失 你還記不記得金管會那個時候 告訴大家的金額是多少 已經發生的損失 是 那個請參局長代打也可以 您提到這個是就是違約的部分 違約的部分 我們上次提的好像是大概30 接近30億左右 那這個數字現在降下來了 但是您如果提到損失的話 可能是 是不是您說您的意思 把一些應該放款的跟那個 也是加上去是不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我上次喊你們以後 你們所提出來 給我書面答覆的資料 目前已經 實現了損失 強制平倉的部分 72億 轉為 戰列應收款的111億 轉為貸款的109億 現在總共是289億 那當然啦 這個數字喔 據我的了解 跟市場 預估的數字 還有一些距離 但是沒有關係啊 你們每一次公佈的數字 從之前我說過的 你們曾經估過40億 後來到60億 那到最近你們回給我的書面資料 所提出來的數字 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 可能過了一個月 過了兩個月 過了半年以後 還會去繼續檢視 那這些歷史資料啊 都會成為未來檢證 金管會 在針對這一些複雜性衍生性金融商品 所可以掌握到的程度 還有你們的金融監力的能力 銀行現在獲利的是131億 當然這指的是 他就全力金的部分 跟下手銀行 沒有跟下手的客戶 還有上手的銀行 兩者之間的差額 他們賺取出來的數額 這個是 我們今天 3月的時候 在財委會 針對於TRF這件事情 你們回答我的書面資料 所提出來的數字 我特別把這個數字啊 舉出來 就是 我們會留下歷史紀錄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的 針對TRF這個損失 有多少這件事情 我現在不要花太多時間 跟你在這件事情上面爭論 所以你這個數字對還是不對 我相信過了幾個月以後 整個事情會越來越清楚 那我只 就針對這個部分 只請調一件事情 你們提給我的書面資料是 被強制平倉 已實現的損失是79億 你們有沒有掌握 如果不是被強制平倉 而是單純到期 那客戶他也沒有要求銀行 把他轉做 應收帳款 或者是貸款 他自己直接從口袋拿出來的損失金額 是不是有在你們給我的書面答覆範圍當中 因為你們給我的書面答覆範圍 79億只有強制平倉的 還不包括其他的 這位簡短跟委員報告兩個事情 您的這個數字是二頁的數字 所以當然跟一頁的數字是有差異 再來就是那個72可能要扣掉 那第二個事情委員垂詢 因為這個交易這個商品的歷史相當久 也有在海外 也有一些是投資 有一些是避險 所以剛才委員您的第二個問題 事實上確實相當難回答 沒有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現在給我的數字只有強制平倉 那客戶他們自己從口袋拿錢出去的損失 到目前沒有掌握 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他還有收益 然後有一些是避險 沒有關係 我們 move on 到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主委或者是局長 有沒有聽過銀行提供一條龍的服務 有聽過 有沒有去查 我們最主要是KYC KYD 有沒有不當銷售商品 對客戶的一個資格 沒有嘛 我現在你根本還不用去 處理到KYC的層次啊 現在是銀行 根本沒有避險的需求 甚至沒有在 他們外 他們在外銷的時候 在做的都是用美金 結果是銀行去幫客戶 去編財報 幫他們在海外設置OBU 然後這些paperwork 銀行都讓沒有需求的人 做幫他們把paperwork 做完了以後 再讓他們去買TIF 你有聽過這件事情 我現在的問題很具體啊 你有沒有進一步去查 好 我們會去查 你們會去查嘛 好 第二個部分啊是 你們在報告當中提了很多 有關於監禮的措施如何如何啊 寫的都很好啦 我現在問的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是說 違反了金管會相關的規定以後 下一個問題是說話的 這個契約會被認為是無效嗎 還是客戶可以請求變更契約的內容 還是看金管會查處積極的程度 要不要糾正要不要罰還 它所會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如果有那個業務人文或者是公司的違法 我們一定嚴懲包括到負責人 一定要撤換 你說齁 查到的話一定嚴懲嘛 齁 那我剛剛講過了齁 一條龍的服務 已經有非常多人提出這樣的指控了 剛剛主委也說願意去查嘛 那我們近代金管會最後調查報告的結果 以及你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懲處措施再來論斷 現在我的問題很簡單啦 就是違反了金管會相關的作業管理規定 它所會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報恩這個行政採處然後看具體的違反內容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最大損失3.6倍 如果違反這個的話我覺得超過3.6倍 問一個具體的問題好了齁 你們是不是有要求在簽約的時候要提供中文的翻譯本 是 在那個103年 好 那如果沒有提供的話法律效果是什麼 這應該負相當的一個行政責任 那我指的是就契約而言 當事人可不可以主張契約無效 可不可以請求撤銷契約 那個今天 調處中心的總經理 是不是有來 來 請 來 請 是 我也好 欸 張總經理 我應該稱你張教授啦 因為我 直接請你上來是來幫主委跟局長的 我不要為難他們 接下來齁 調處的程序 到你們那個地方去處理齁 請問總經理 對於你們接下來 金融消費者 調處的機制 把這些紛爭好好的處理 有沒有信心 有 有信心嘛 好 接下來你們針對每一個調處的案件 可不可以針對每一個調處的案件 針對銀行方跟消費者方做滿意度調查 報委員 我們可以做 可以做齁 好 記得齁 這個事情要做滿意度調查 最後的數字 本席會再跟總經理這邊請教 回到剛剛那個法律問題 總經理您的看法是什麼 報委員 這個我們要依據個案來看 但如果依據民法 對 那我現在跟你講的個案很清楚嘛 就是 簽約的時候沒有提供 按照 金管會的規定 沒有提供 契約書的中文翻譯本 請問這個契約是無效得撤銷 還是不會發生任何法律效果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們會個案來審查 看看有沒有意思表示錯誤得撤銷的情形 我 我大概知道你講的啦 是什麼意思 但是 正是因為 回到 實際上面 契約的效力 去討論的時候 存在了一個高度 不確定的風險 才會讓 目前的整個監禮制度 它到底有多少牙齒 產生高度的懷疑 我現在講一個非常具體的個案喔 那我講這個個案 並不是要幫這個個案當事人說什麼 而是接到太多這樣子的申訴了 我對金管會目前在紙面上面所講的 這一些監禮措施的有效性 我事實上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當事人 他在 4月28號的時候 簽了英文的契約 沒有提供中文翻譯本 一直到10月的時候 他問銀行說 你是不是應該要提供給我中文翻譯本 東西才拿出來 這個就很明顯的違反了金管會的規定 那下一個問題大家要問的是 那違反金管會的規定以後 他所會產生的法律效果是什麼 從消費者的角度上來講 他能夠尋求的救濟是什麼 如果對於違反金管會相關的內部監禮規定 在消費者端 沒有確切的法律救濟保障的話 那這樣子的監禮規定 對於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到底有什麼時機的意義 沒有 因為時間也到了 我不是不讓張總經理回答 不過我對於你們這個中心 我去訪市的時候 我有跟你說過 我對你們有高度的期待 希望你們在處理這些類似的爭議的時候 真的要發揮功能 謝謝委員 我們盡力而為 謝謝 總經理不是盡力而為是一定要做